根本不行 因為沒有桌子怎麼上課 你們應該寫字的 所以我剛剛有跟我們的助理先生講一下 我第一個是多想 我想的是說 他也非常辛苦 然後也發動很多工夫生 或者是有修特 就是說餓的同學 或是其他同學 基本上我認為是 自己已晚到了那個位子 比如說走廊 或者是哪一間 應該是平面的 哪一間的儲藏室也好 或者是哪一間的小教室 有桌椅可以搬 那環道的同學 就自己去度的環道 我想說 這樣子我從後面看 應該放個五六張椅子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當時是這樣想的 那我沒想到他搬的是這種椅子 這種椅子是沒有桌子是不行的 所以下次 我剛剛也跟他講說 還是要去找到那種單元的課桌 才可以 要不然這樣子就沒有辦法 只有理子沒有桌子 就是沒辦法上課 那我說如果是暫時性的 一兩次也就算了 我說我們有那麼多次上課 還有考試 所以還是要 也許考試我可以換教室 但是平常上課是不能讓大家沒有桌子 自己來上課的 因為還是要寫字 或者是還是要做一些事情 我們去玩點天課而已 所以今天可能是暫時一下 可是我剛剛看到這邊有張桌子了 有沒有人當的桌面像 他們說他搬到哪裡 可以有桌子可以寫字吧 因為上課不一定要寫字 不能寫字 聽到最後已經會寫字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張桌子 那剛剛我也跟他講 因為我一直看我們的現修條件 還沒有取消掉 上個禮拜我已經有講 然後昨天我在看還是沒有 剛剛上課前 把臉都會上去看還是沒有 所以我剛剛就跟他確認一次 他說他已經跟他一起做了 好 跟他講的 那可能那個單子還沒有到教育 所以我們會知道 我會找我們現修條件 當一個通室公司 好 那因為通室公司當時候 就是跨園選修的部份 再來是給二十一個名額 那現在只有三個體格做了 剩下來的二十個名額 全部都放到我們一般的 一般身的修課的書裡面 那這樣子我們整個功能 那我才能夠選得上 所以原則上我還是先設定八十五個同學 那我一再強調 我上個禮拜也跟大家講說 這個中塊是一個 比較困難的一個科目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二年級 你自己要提供一下自己的 專業課程的部份 已經是可以不擔得來 因為中塊正門課是蠻之分的 我想如果以台灣其實 如果也過過之前的學長屆 我想中塊大概是你所有 二年級的課程 以及你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 因為你的讀書時間也會 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 是中塊的 那會計組合呢 其實有絕大個好 大家說實在 那個前幾年 到目前為止 其實現在很多同學都會 其實在十年前我問同學要考公職的很少 那些十年之後呢 慢慢的考公職的越來越多 然後呢 現在的就更多了 尤其從2008年之後 大概十個裡面 如果不讀研究所的話 十個裡面大概有 將近五個到六個以上都是想要考公職 好 那其實我也問過這個 其實考公職我自己也很多的經驗 所以我也考過高普考 所以我之前是先跟他到街頭一起做的 會在銀行待過 所以講銀行的業務啦 或者是銀行的作業呢 我是很清楚 所以銀行其實我什麼都做過了 就沒有做過甚至住手 因為當時銀行早期的時候 人員比較少 那對於親近的人員 其實始終很用心去這個 也不能說待在這邊 很用心去讓他學習 所以我們那時候 剛進銀行的時候呢 三個月做歸台 三個月去管錢 三個月去管貴兌 然後三個月去做派記 然後三個月去做放款 三個月去做徵信 然後還有做外匯 那其實他當初的規劃是兩年 要把整個完完一次 所以這幾個作業 或者這幾個月我都接觸過 那最後呢 大概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人家換工作的時候是很煩惱 我換工作的時候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每天事情做久了 我就想換點些些的 所以每次要換工作的時候 其實每次要換工作 我都是很開心的 那所以後來呢 這個主人的業務 都已經跑過一次了 然後呢 後來我把副理就問我說 欸 我們問一下班公分 想做什麼 我剛才講出來 我沒有做過復訟 我想去跑馬院看看 好 那他都想說 任性為期 至少在南部地區 沒有跑馬院去 跟人家吵架的是女生 我想說今天沒有關係 但是我第一次嘛 可是最後他還是念那個籃子 所以還是把我放回座外 我回去了 所以所有的 所以這個銀行呢 我也是所有的業務 除了 應該打官司沒有做過之外 大家其實都做過了 所以 國家考試有考過 所以這些考試其實 我不能說我身經百戰 但是我有這些經驗 那再來 大家想說 但是裡面的年代跟現在又不一樣 好 所以呢 最近的同學 每次要考考試 每次要參加國考 然後跟我來聊一聊 那我自己的親戚也有在 也有在準備考試 所以 從他們這個經驗裡面 他最後有跟我講說 他在補習他很熱在補習 然後我說補習有用嗎 那天我才問他 他說補習呢 有個好處 你說我自己覺得補習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的 他先把資料都幫你整理好 你整個資料都整理好了 你只能靠起補習班嗎 我覺得不輕一點 沒有 我覺得他給你什麼考前 什麼歷屆考題啊 什麼 你往前到處都可以找得到啊 如果你不想花錢 考選部你都可以上網去 把那個試題抓下來 只是他只有選擇題的答案沒有 然後呢 我就說一定要靠補習班 才能夠幫你修集到考題嗎 或者是幫你找到做重點整理嗎 其實我覺得房間很多書都有 那我認為最大的好處是在哪裡呢 就是在於在補習班 你可能看到吧 一間教室兩三百個人 大家都可能考相同類科 那你想要一個高雄一個補習班 就有兩三百個人 那高雄這個地區呢 不要說很多家三天就好了 就有六七百個人 然後全省呢 加起來就上了好幾千人嘛 所以你會有那種緊張有壓力 那就都要做相同的事情 我怎麼能夠不贏的出去 沒有給他分離一些 所以我認為補習班最大的好處就是 給你警覺給你警惕 好 那這是我認為的 那當然他說這個補習班裡面呢 當然就看每個教導體 這個是其次問題 那另外他也認同 就是說基本上 但是他跟每個補習班的功績不一樣 這個是他自己的觀察 另外一回事 那他說考試其實考到最後 就是因為他自己也參加過 算是五次的考試 考試了以後 然後參加一點補習 然後就開始在補習當中 然後他就會開始自己去算是磨擬考 挖廳前去磨擬考 所以他考試的過程裡面 他大概是在第五次 好 第五次在裁判考上 因為包補考加上地方特考 然後那中間也有三次特考 所以這樣五次的考試下來 他說他大概第三次考試之後呢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勝敗或是上榜與否的關鍵點 他說基本上他熱國也是在給互動 一個是經濟權 一個是會計 好 那經濟權呢 他尤其是會計好的 其實是有吃香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但我不是來謊愛瓜 自賴之花 因為說實在上次去 上個禮拜二去今年的高跑放榜 那今年大四 就今年應屆畢業 有一位同學 他考上 那我不知道那是 算是七百星還是 因為我也搞得清楚 反正就有一位是 今年應屆畢業的同學考上 那我就去看一下 他之前有會計的成績 好 那我看到他之前 修金塊的時候 他的學習是進入 我不知道上次前下面 是四個名字 好 所以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然後會計其實如果 在你如果真的是準備補考的話 那你如果是考的是商業類科 商業類科 什麼菜堆行政 然後就是金融等等 會計都是自己考的科目 那會計好 其實對你在考試上 也絕對能幫助 那為什麼 考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看會計好不好來的決步呢 念會計 不是 我悶著頭 一直讀一直讀 他一直要去理解 所以你要發給時間 慢慢去了解裡面的一些規定也好 或者是理說法也好 他的規則是什麼 你一定要搞清楚他的規則 他一定有規則的 不是今天看到這個節目是這樣說 或明天看到另外一個節目 他的想法 或者是他的規則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會是這樣 所以他是有很明確的規則 所以你要把那個 他的規則的要求 或者是他的一個邏輯搞清楚 也就很容易了 也就可以 所以後來你的會計怎麼去準備呢 我說 會計就當作是你 茶餘飯後的消遣 消遣的那個玩意兒 像之前我在讀的時候 來讀什麼貨幣銀行學 財政學 或者是順無法規 那些 念的那些的時候 因為那些都是真論題 所以其實基本上看真論題的時候 你自己在讀的時候 其實比較沒有動手去做 動手去做什麼 因為是你怕自己讀得太無聊 就真的寫不字而已 好 所以當時候我在服務的時候 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我是把派遣當作是我 休閒的時候的那個玩具 你也讀了 看是光看文字 可能讀了兩個小時之後就很累了 我就找一個會計提供來做一個 好 就我每天 那時候我每天也規劃了 所以之前先把會計 不管是出財務會計成塊 或是高塊 或是之前的財務財務財務分析 我就是把這些科目的基本概念都了解了 所以接下來以後怎麼唸稅務法規 唸怎麼一堆法 這個會計師考試就一堆法 那唸零起法的時候 我就唸得很難的時候 每天就規劃 比如說實體的中塊 然後加上五體的成塊 然後一段時間就實體的中塊 加上五體的高塊 就是這樣段差 可是中塊我每天一定都做 因為我說了 會計你看跑到最後你會發現 所以這間題目其實是差異性比大 就是看第一個 你看你有沒有細心 你沒有把他給你的陷阱 你真的給它抄下去 第二個就是看你的速度 所以我做到會計最後的就是練習你的速度 除了他的陷阱 你要看清楚怎麼是陷阱之外 接下來就是你要練習你的速度 這樣子的話 你的會計就可以有不錯的分數 這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次有一個 裡面是氣管系會計學生的同學 然後安考是請了大概就是 今年年初開始 大概每個禮拜都固定拿過會計的分數 那你誰快跟成管塊都有 然後這次阿富豪跑上了 讓他很高興 他跟我講說 他覺得是他的會計跟成管塊 幫他加了不少分數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同學 所以他就覺得這兩科 讓他能夠在 他是好 所以我跑上 他是好會計 會計類的 所以 但 讀會計不是完全為了要考試 我這邊大家講說 如果你真的是要想要總共考試的話 會計是一個決勝的關鍵科目 但是會計讀會計 你覺得會計只是為了考試嗎? 當然不是 任何一家公司都會需要到會計 那比較傳統的產業 或者是比較傳統的公司負責人 會認為會計面什麼生產線 也就是說公司生產什麼產品 不會因為你的會計做得好不好 而讓你的產品更有價值 好 那會計呢 也不會因為你的會計做好了之後 你公司會自己去賺更多錢 好 這是傳統 就是說比較不認識會計的 或者是之前早期對會計的認知 就會認為他只是把歷史資料匯總 根據公報的規定 根據消費會計的要求 然後根據這樣子的一個而準則之下 去把它編織出來 這一個他認為只是應付給誰 有稅局 那要報稅 有這個公司要報稅 所以他認為這是沒有什麼真正價值的 那是傳統 好 那如果站在這樣的立場之下 這樣子學會計的話呢 這樣的會計的人很快就會被淘汰掉了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所謂的 在十幾年前 像20年前就有所謂的財務會計軟體 那時候我記得氣管系有開過 有用過這個軟體叫正航 正確的正航向的航 這個航空站的航 然後這個軟體去交入了會計系統 會計系統 只是很單純的 就這樣過而已 如果你把會計 或者是你自己學會計的目的 只是定義在那裡的話 那你很快就會被淘汰掉 因為這個 現在這些軟體呢 就是把這些東西都聽 你做的傳統在做的這些東西 都是什麼 放在系統裡面的 你只要把科目代號貼進去 金額貼進去就沒事了 這誰不會做 小學生都會做啊 所以如果你定義自己 只是這樣學會計 我相信你很快就會發現 會計對你來講 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但是事實上我們學會計 其實要做這個嗎 當然不是 好 所以我當時也講說 如果說有這麼 有已經發展出所謂的 財務會計軟體出來 我想高商 我想高職裡面有的商業科 那種會計類科 它的課程內容 一定要大幅的翻修 因為我大概之前就已經講說 比如說在我們的大一的出塊的 上學期的二分之一的時間 再講負計 這個負計可能在一般的高職 要講英明、國語上 就是說它會叫你怎麼去記 怎麼會計科目 然後當時候完全是用手寫的時候 你會計科目寫在帳策裡面 空間要寫多大 它怎麼寫 然後位置要怎麼留 當時候就講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有電腦之後 這些都沒有 都不存在了 所以我說高商他們的職業高職 尤其是會計的課程 它的設計要怎麼當 因為根本就沒有必要去講這些事情 好 所以我說如果你的界定 因為你會計只要學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你一定不會覺得 會計對你有什麼幫助 但是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學的會計不是怎樣 我們要能夠提出 我走A 我做 因為它的準則是準則 可是有些條件不一樣的時候 試用的準則就會不一樣喔 所以準則就是它的會計 處理方式就不太一樣喔 那不太一樣的話 你要分析的是 但是我如果採取A做出來的結果會什麼 採取B做出來的結果會什麼 你要有不同的選擇 或者不同的一個處理方式 然後你把後面的結果 你要分析出來 讓你提供給你的決策者 或者是你的老闆 這樣才是你真的學會計的目的 好 不是只是很單純的去做一個 就是會計的動作而已 要這樣子的話 你很快就會覺得會計是一個 沒有什麼價值的一個科目了 那我再強調為什麼要學到中塊 因為中塊是告訴你 有這樣的交易發生 好 那譬如說好了 股東投資 然後你要去資賬什麼 去股東投資算什麼 那用什麼樣的科目 然後後面會什麼 大概就放在報名的哪個位置 就這樣而已 中塊裡頭交的就是這樣 但是到了中塊以後呢 可能就不一樣喔 那你那個決策者就問你說 好 我們現在要 我們需要資金 那我們到底是要跟股東發行股票呢 還是要跟銀行借錢 還是我要發行債券 公司債 那你就要去分析 當然這個發行債券 對於財務的結構會什麼影響 好 那如果是跟股東發行股票 對金融的股東會怎麼樣的影響 那這個是除此之外 你可能還要了解 一些人的市場來看 所以經濟也要放進來 所以我覺得經濟學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科目 因為它是一個動態的環境 雖然我們以前開始學經濟學的時候 已經講 尤其在講動需法 什麼時候 因為說其他條件不變 但事實上不會其他條件不變 所以一定是整個是動態的 所以一定是其他條件都會變 只是它的影響程度多少 然後你怎麼可以評估而已 所以當你快遞讀到某個全論會的事 你在做提供分析的時候 除了快遞之外 你的經濟學的概念也要放進來 我現在發行債券 公司債好了 那你就要理解現在的利率是多少 未來會怎麼能調整 未來利率會漲 會跌 會升 會跌 你都要先去評估一下 那未來可能性 那你現在發展 你現在眼前發公司債 你的利率可能會是多少 但是當市場利率如果改變的話 那我們的公司債 會造成公司的財政負擔 對公司的資金的壓力有多少 你要先去評估 你不能只看眼前 你要看未來 所以這個東西就經濟學 都快遞到結合在一起 這個就是有利率的理想 好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講一下說 讀會計 當然這是我看到 雖然說同學這個考上公司 其實不是我考上 可是我也很高興 因為利劑就是同學努力出來的 好 那從這裡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從其他同學跟我分享的一個考試經驗 跟我自己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就說 那也不是會計指數 看這個目的就是很考試 其實在各行各業 各業的利率中間有用到的地方 好 那我當然也正在提了 我們學中多汗 是 學財務會計 一定要有的基本的認識 好 所以再跟大家講說 如果我們要問你 我們在修會計 如果你有修到中多汗 你就建議這邊的修好 別這樣子 人家一問你的問題的話 你就破功了 因為很多東西 你都沒有辦法有很清楚的 你的概念跟它的分析 所以這樣子其實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好 那 其實呢 我剛剛上個禮拜 我剛 上次 中學問我 基本上呢 我不是說大家不要買書 我只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借得到第七版的書 就借得好 因為第八版的書很明書啦 那我畢竟明明會有第八版 那當然第七版跟第八版會有什麼差 差多少 我沒有辦法看到 因為我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一定會有一點點差 因為我都國際規定準則 到2013年才正式回面的啟動 那所以呢 這個很多的追責或者很多的準則 在這個使用上面總會有一點調整 那如果你拿到第六版的書呢 跟第七版一定是有差 那差在哪裡呢 有一個地方呢 就是今天我們會找到的地方 就差比較多一點點 這個差異性滿大的 所以 就是 就是 A跟B 以前說你只能做 選擇A 現在告訴你說 不是選A要是選B 好 所以它的差異性比較大 是在這裡 那第六版跟第七版呢 也不是完全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的地方呢 差異性就沒有那麼的絕對的大 就是 所以你如果拿到的是 你記得的是第六版的書也可以 可是你就是要稍微理一下 那第七版裡頭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標示出來 要跟著更新 好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沒有書 或者你喜歡自己買書 就很OK 那當然畢竟自己的書 你愛怎麼寫怎麼畫都不可以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開始正式上課了 好 那今天呢 我們開始要講第二章 好 其實呢 我剛剛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講過 豬塊其實跟豬塊的 當解詞下策之外 其實有很多是靈樣的 請你先講那個報表 好 然後再來去講幾個塊 好 像我們豬塊裡面一樣 先照附近 好 你怎麼記錄 好 怎麼接待馬則 然後你的 有試算表 然後有調整 然後再邊有財務報表 這是豬塊你學到的 那豬塊裡面的情侶也是一樣 好 先跟你講 先幫你錄一下 其實是四大報表 先幫你錄一次 錄行一下 好 那這四大報表 好 因為之前呢 可能先給你看到一個例子 然後再去講幾個數字 是怎麼長出來的 好 那 如果你學看了那麼多種 我忘記這整片生命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說看了又跟你故習一次 整片生命是長什麼樣子的 然後接下來要自己看 跟豬塊一樣 它就要開始分 好 就我們第一次討完學之後 接下來講現金啊 運收款項啊 存貨啊 固定資產 好 這跟豬塊的流程差不多 好 內容也差不多 好 但是裡面的東西都有複雜很多 好 所以 一樣 這一本書一開始 除了第一章序論之外 接下來是先上去四大報表 好 那四大報表裡面呢 其實四大報表 嗯 就不看你一樣講 就是四大報表變動比較多 或者是說不像變動比較多 而是說 其他比較多新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去四大報表 然後再加上去四大報表 大家都說過出來嘛 對不對 好 選一找的怎麼樣 不是 那你先寫下你的水一表 才流程 好 直接找個彈曲 好 好 多加兩 好 來 你寫下水一表 好 你寫中文 英文都可以 如果你之前用的書 有英文的文字 就寫英文 好 隨意表 好 隨意表 然後你就先寫到 消貨毛利 這個彩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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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米米 那你寫下頭 從消貨毛利 到營業盡力 這一段 你這樣嗎 你這樣嗎 這樣還可以嗎 沒關係 你就上來寫啊 你這什麼就自身寫啊 沒關係 你寫了 有什麼地方 標譜通通通 我們再幫你補充電話 好 然後我們又不是考試 我只是想說 找個機會 然後陳玉米 你寫一下 從一月盡力到白期盡力 這三號總結分別寫這三分鐘 沒關係 你先上來寫 你不足的地方 我才能夠找 另外的東西可以來幫你 你要寫 它上面裡面怎麼寫 你就先寫你下半身 下半身沒關係 因為有一句 叫我把它分割出來 就是各自可以努力的 各自可以成新鮮的 準備一下 趕快上去新鮮了 然後 盡量的 一定是最好的 來自我 知道已經是對手 你會有一點 加上去平衡 然後 整個 Shinichi n the Tule يا 看著 盒子 María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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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然後你來補充一下,你的家維的部分,你來看一下家維寫的怎麼樣? 在這邊看就好,外外你上去寫,看你有不穩定的地方,我覺得只要我寫了,要不穩定的地方。 我覺得不錯啊! 我沒有開始了 因為不相不穩的 所以你也不行 因為要挑戰 有點忘記了 我被你沒有辦法做任何的 好 沒有忘記 好 那那個豬肉軒 來 你幫 吸引法 他說他看不出來 他忘記了 拉蝶法補充一下 你也忘了 以後一天開學 中海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來一個起初大會討才可以 人家很多的那個 之前東海還是台北大學 他們呢 管院在二年級一開學的時候 會做一個快進學的大會討 就不會這麼多把他還給我了 好 那 洪佳慧 我再買個水小 蛤 蛤 你也看不出來啊 你也不知道 或者是說 你已經覺得他寫得非常有美 好歹 消貨毛一字四個字沒說 好 那你也幫他寫 對啊 你看你消貨毛一字寫在哪裡 然後 這樣子就可以得到消貨毛一字嗎 你也不覺得 哪裡 會寫到消貨毛一字寫在哪裡 還會寫到消貨毛一字寫在哪裡 你要不要管 全部會寫到消貨毛一字寫到消貨毛一字寫在哪裡 你把陳玉琳,然後民進者沒有完全的配合,把他寫上去 這個,這邊,我說呢,你業外損益,能不能寫得更詳細 哪些交易是屬於業外 那我問你舉例一下,什麼是,營業外收益跟營業外費稅 請問你教怎樣的科目 他不懂,他不懂 不要,不要,不要 他不懂,他不懂 他不懂,他不懂 好,聽眾 來,你把那個營業外費稅,營業外收益 各舉一個,快一顆,那你就要看 你把那個營業外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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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他怎麼回來了? 他有點不舒服 這個官方說法有一點是你去看醫生 醫生跟你講說他多運動 反正不管你生什麼運動跟你講多運動 你已經有運動傷害跟你講多運動 好 我剛剛想說我給你寫給他 有什麼運動 在國營 下面寫一下 我們可以找空間還蠻大的 你現在都很希望 所以稍微留下一個例子 好 出不起來 出不起來 好 謝謝 誰來嗎 出不成 好 好 再另外一個消費員 好 你不是寫這裡的 你幫我補充這裡 一定不用這裡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要加的 我覺得應該有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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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開始公佈答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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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給你 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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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但是裡面的東西都不太一樣,我們沒有牦力,也沒有那些甚麼 那你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利润 你看我不用去张 就去张张 这样是吗 好 那你协会 把你的利润 然后先把上面那个拿上来 这样子你不要打破 谢谢 你的利润想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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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